Hello,今天给大家聊一聊关于失眠和安眠药 一般的,简单来讲 所有的东西,像是病什么 尤其像失眠那种 最好先通过非药物的方式来解决 怎么呢,就是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 失眠影响你的正常的生活 最后才是药物来改善你的睡眠 说几个例子 曾经呢,刚前几天 前几段时间,回去和一个司机 网约车司机聊过 网约车司机就跟我说 这个什么,我这个睡不着觉 有什么几个办法,是不是吃药管用 我说吃药肯定管用,多少会管用 因为我失眠特别严重 然后聊的过程中,我就顺便又深问了 就说你怎么会失眠 他说我这个中午必须闷一觉 我说午睡挺好,午睡歇会很重要 对吧,然后有精神,尤其开车这种 继续工作 他说我这一睡,我睡俩三小时 我说你这失眠就是你中午那一觉 这俩三小时造成的 你中午睡很长时间 然后你虽然网约车也是一种体力劳动 但相对来讲,不是非常重的体力劳动 对吧,像是他这种身体 也许就是体力消耗不是特别大 到中午又睡了三小时 晚上你肯定是睡不着 我说你先别用药 你改善一下自个儿的生活习惯 就是把这个午睡时间缩短一下 缩短到半小时 一般来讲睡个半小时就足够了 其实,对吧 不过这哥们说什么呢 不行,我这个睡半小时 睡的不美,必须要睡两三小时 那我就没办法了 对吧 那你最后你要是非常痛苦的话 这失眠影响你生活了 正常你开车了 那你就吃药 而且对我来讲 像司机这种职业 你吃安眠药并不是什么好的方法 因为安眠药很多的时候 你吃完药之后 他这个药效这个作用还在你身体里 对你,尤其是上帝这种精神集中的这种 必须精神集中的这种职业 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其实没办法 这个劝人只能劝到这里 他听不听是他的事 对吧 还有呢 以前有人刚到美国这边来 刚来这边也没有什么事干 天天晃红悠悠 然后就经常抱怨 说晚上失眠呢 我说失眠怎么办呢 没什么办法 后来呢 忽然有一天不失眠 怎么不就不失眠了呢 找着工作 一天干十一个小时 马上就不失眠了 从此再也没有失眠过 到回家倒头又睡 所以说呢 这就是几个例子 一般来讲 失眠就是说 你这个 一般来讲 就是说闲的 没事干 这个体力消耗不够 所以就失眠 还有一种就是精神上 精神压力特别大 那失眠 那是另外 另外的一种 但是 对年轻人来讲 大部分的人 其实呢 就是 这个 体力上面 消耗 我觉得体力消耗不够 晚上 然后在生活习惯不好 你在喝杯咖啡 晚上你在运动一下 再看点这个惊恐电影 精神高度兴奋 所以说呢 你这个 叫什么 叫睡前卫生习惯不好 所以说呢 影响你的睡眠 但是呢 今天啊 主要说一说 这个老年人 老年人呢 跟年轻人不一样 你说年轻人 你说 平常你多做恋 多恋 多消耗一下体力 多从事一下体力的活动 晚上睡眠会好一点 但是老年人呢 他这个体力不够了 肯定是这个体力方面的消耗 肯定是不够了 所以说呢 一般来讲 很多程度上呢 也许就是精神上的 或者是呢 你中午再睡觉 睡得长一点 这些原因 所以呢 很多老年人 没办法 最后也是 归结到了用药上面 所以呢 今天啊 就是着重说一说 老年人的用药 从我接触的医生上面来讲啊 医生呢 用的很多药啊 其实呢 从安全上面来讲啊 并不是很安全 但是呢 很多医生遵于一个原则 什么呢 你高兴就好啊 病人高兴就好 对吧 他说 很多病人都用这药 还有很多病人都是啊 我以前就用过这药 管用啊 你给我开这个 老医生说好啊 你觉得有用啊 那我已经开这个 挺好 对吧 你高兴就好 你高兴他也高兴 对吧 这个医患矛盾就没有了 对吧 你别说那个 他要这种药 你偏不给他开 不给他最后 他最后说 不管用啊 你还又换一个 换一个还不管用啊 病人气就来了 没事 我上那阵 还看病交钱啊 你还得给我开的药 还不管用 对吧 所以说呢 医生给你的 问诊时间 10分15分钟啊 他给你分的近干什么 对吧 你高兴就好 anyway 对于老年人来讲啊 还是啊 这个在美国这边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参考的东西啊 这个叫做 这个Beer List B-E-E-R 我们所说的啤酒 Beer List 这是一个药品的清单 我有很多同事啊 从事这个老年人的 这个医疗工作啊 他们啊 非常依赖于这个Beer List 有人对这个Beer List 不屑一顾啊 说这个 你就夸大其词啊 夸大其词 什么看他这个类似 所有很多药都不能用了 对吧 其实呢 人家是给你一个参考 对吧 老年人呢 首先啊 对我来讲 如果你使药是吧 看一眼这个单子 能避免啊 看看 衡量一下 他的 利与弊啊 然后能避免 尽量避免 没有避免 不能避免的话呢 你也可以用 但是要提高警惕啊 提高你的这个监控啊 就是跟病人说好了啊 你如果有什么什么问题 赶紧跟我反馈啊 咱可以再停药 或者再改啊 这是一个参考的作用啊 并不是强迫你啊 怎么样 不要用这些药啊 这个所有的 这些医药 这些东西呢 都是啊 利大于弊啊 利大于弊 看你最后的结果 对吧 你说这个药 在这个单子上面 我这人 说这个失眠很严重啊 已经严重到影响了 这个精神 或者日常生活了啊 没有其他选择 这个药呢 大多数 大概率来讲 可能会管用 但是呢 是在这个beard list上 你说我不用啊 那你不就是 整个自个过不去吗 对吧 所以说呢 哎 今天呢 看一看这个常用的药啊 常用的呢 在美国这边啊 给老年人 我看见的 继续很多是常用的 其实就是这个Zopidum啊 这个另外一个名叫Ambian Benzodrug啊 像是Lorezapam啊 还有这个Termazapam呢 用的不多啊 但是还有继续用的啊 但是呢 那些药呢 它有这个上瘾的作用啊 就是所以说呢 不能马上停药 对老年人来讲呢 那些药呢 会 一般的医生来讲啊 都会尽量避免 但是对像是Ambian这种啊 就是Zdrug这里说的啊 Nambanzo这种Zdrug啊 这个医生用的就大胆的很多啊 但是呢 这些药对老年人来讲呢 其实呢 也是啊 有很多的问题啊 尤其是这个Zopidum啊 这个Zopidum Ambian 它有一个其实什么副作用啊 非常危险的副作用 就是Sleepwalking啊 就是说这个 Sleepwalking 梦游啊 梦游啊 以后再讲啊 具体什么副作用 但是从这里来讲呢 啊 这个Zopidum啊 Zdrug啊 Zdrug 人家说 你看 Delirium啊 就是说会为你产生 那个 呃 头脑不太清楚啊 就是幻觉一系列啊 就是这 这一问题啊 就是这个 尤其是老年人啊 老年人啊 他会这个 呃 Worstening Delirium啊 然后呢 Recommendation这里 告你 Avoid啊 Avoid OK 就是什么 尽量避免 尽量避免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Quality Evidence啊 就是说 啊 Moderate啊 一般吧 它是中兴 然后呢 它这个 Strength of Recommendation 就是说 推荐的 力度啊 Strong啊 非常强硬啊 推荐 要避免 要避免 Right 这是几种药啊 Azo-Picolone Zelopla Zopridum 都是Z-Draw 应该是 Lunasta Sonata And Ambient 应该是 然后这里还有 还有Dementia 我们所说的 这个老年痴呆也好啊 OK Cognitive Impairment 就是认知上面的 或者老年痴呆的 这些头脑 老年人有影响 这三 这个Z-Draw 三个 也在名单上面 也在上面 这里面啊 有他的 一些 对这个 Central Nervous System 就是这 中央神经系统 有一个 这个影响 上的Behaviour 就是你的 认知啊 或者举止啊 然后呢 开始Avoid 然后呢 继续啊 这里 往下走 往下走啊 有孩子在这里 又有了 你看 History Falls and Fractures 你看 Z-Draw 又在这里了 也在这里 老年人就是常见的啊 就是说 你会摔跤啊 一摔 把这个 容易骨折啊 容易骨折 这 这三种药啊 三种药 在名单上面 会造成 会增加你这个 摔跤或者骨折的 风险啊 如果你这个 有骨折疏松的毛病的话 这个啊 是在这里 然后呢 再看一看这个 Benzo 这里看 Benzo Diazepine OK 我们所说的啊 Tamethine 也是一种 治这个 呃 失眠的药啊 但是呢 像我刚才讲过了 一般来讲啊 是首先要避免的 大伙都知道 但是这个 Z-Draw 要相对来讲 比这个Benzo Diazepine 要安全一些 从安全性来讲 咱不说它的功效方面 安全性来讲 安全一点 但是呢 对老年人来讲 还是有一定的 啊 风险 最后用的时候呢 还是要啊 利大于弊啊 利大于弊 其中呢 有一种药啊 叫Daxpin啊 叫 三毫克 或者六毫克的啊 Daxpin 看这里 在这里 看 Daxpin 这里药啊 如果你是 小于六毫克一天啊 就是比较安全啊 就是比较安全的 这个药呢 其实呢 就是啊 是一种 也可以治疗 呃 失眠的药物啊 很多的医生呢 连他 对他碰也不碰 有时候呢 我向医生推荐的时候呢 他们就可以开高级量 高级量的这个Daxpin 你看这里说我啊 像这里看 大于六克的 他有十克的啊 是六毫克 六毫克 如果医生开六毫克以上 或者十毫克怎么样 他就是什么 是一种 anti-depression啊 就是说 治疗这个 忧郁症的药啊 他只有是低剂量的 这个药啊 在三毫克 或者六毫克啊 是对这个 呃 失眠是有 作用的啊 是有作用的 他是这个 FDA 认准的啊 一种这个 治疗失眠的药物 而且相对来讲 比这个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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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这个 刚才说的是 南班的那些 Z-drugs啊 要安全很多 但是 还是一个啊 有一个 这个药呢 我不认为 他会 啊 功效上来讲啊 跟这个 Z-drug来讲啊 也许要差一些啊 但是呢 安全性啊 要高的多的多 所以说呢 如果老年人 如果你是这个 有失眠的话呢 不妨啊 先试一试啊 这个Duxpin啊 三毫克 或者六毫克 不行啊 再 换其他的药啊 这是按照这个 必须是按照这个 步骤来讲 首先啊 看一看生活上 习惯上面 能不能做一些改变 然后呢 再啊 从这个安全性 强的药物上面 下手啊 看一看 是不是管用 然后呢 再找啊 其他药 或者是像有一些 你不用的那个 Z-drug 还有一些 就是说 上这个 呃 退黑素啊 相关的一些药物 你也可以试一试啊 那种药物相对来讲 也比这个 呃 这些Benzol 或者Z-drug 相对安全一些 然后啊 实在不行了啊 再啊 上这个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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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drug 实在 还不行啊 你再去什么Benzol 这些 这种啊 考量你这个 安全性的问题啊 利大于弊的问题啊 是按这个步骤来讲 但是呢 呃 从我跟医生打交道来讲啊 这个很少啊 很少有人看见用这个 Dugspin 因为一说 你说哎 Dugspin 他就说 Dugspin是致这个 呃 depression啊 是致这个 优异症的啊 我们是致失眠的 我说不是啊 这有三毫克和六毫克 非常低计量的啊 是针对失眠的啊 他的这个brand name叫 Celanore啊 Celanore 所以说呢 啊 还是啊 今天呢 呃 给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啊 就是说 关于这个失眠啊 是不是可以 呃 用药物啊 是一个怎么样 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讲啊 用药上面呢 如果有失眠的问题 用药啊 要 呃 注意哪些问题啊 这几个药物啊 都是在清单上面的 尽量要避免一下 你看所有这些啊 再顺便说一说 你看 这些都是Benzol的S品啊 他们都是 后面 Aprosoline啊 都是以这个L-A-N 常用A-N 下面你看 呃 Lorezepine 都在都在这里面啊 Midazoline 这些药呢 相对来讲啊 都有一些 对这个 我们说是催眠的作用吧 啊 都是对这个睡眠上面啊 对这个 有一定的作用啊 但是呢 这些药的 呃 危险性啊 也很 也很高啊 你看这里 Dependence 这里有 lead to clinical significant physical dependence啊 就是对药物的依赖性 就是为什么啊 这些药物啊 要尽量的避免啊 尽量避免 尤其是像失眠来讲 如果是长期的话啊 你如果是要长期服用的话啊 更危险 就像是长期服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